新冠肺炎 疫情延燒 許多機構團體物資出現了短缺或者不足 救護團就是徵善美聯儀會及中正區團委會 特別募集了白米麵條等民生物資 緊急送到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我想這個真的是讓我們在機構整個的一個防禦工程裡面 注入了很大的一些強心器 讓我們在物資的準備上可以更充分 讓我們在照顧我們的這些住民 還有我們的這些兒童們 都能夠在有很完整的裝備下 每個人都能夠很安全的度過這個疫情很嚴峻的時候 我想我也是代表我們伊甸基金會 真的是在這裡再一次特別的表達 真的是非常感謝 感謝我們曾善美協會 還有我們的救國團 真的是給了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我們的公益活動 我們的公益活動 社會商家民間人士贊助下 募集到兩千多斤的白米麵條 食用油 緊急送到聲音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解決了中心燃眉之急 這次伊甸需要白米的物資 當我們基隆市中政區團委會收到訊息的時候 已經只剩下庫存 庫存只剩下五天的量 那本會由我本人積極的向外界聯繫之後 得到了各界的幫忙 包含了基隆市曾善美聯繫會的李美助理會長的支持 台北市中政區團委會的張宥誠張會長的支持 情況下我們短短的七天內募了兩千斤白米 那也順利抵達了伊甸基金會 那在此由衷也感謝一下聯恩典聯議員的協助 還有韓世玉韓議員的協助 還有各界善心人士的熱情幫忙 響應了這次的活動 秉持著熱心公益 救援團走過70年 正當台灣遇上全國防疫之際 救援團不缺席 希望和弱勢家庭和社福團體站在一起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